舊紅在哪裡 标股舊在哪裡 鎖定每一天趨勢最前線的節目 開啟訂閱跟小鈴鐺 掌握第一手賺錢的資訊喔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趨勢最前線 舊紅先在這邊 祝大家週末愉快 恭喜老爺 賀喜夫人 給我短短的十秒鐘 我現在的心情是慷慨激昂 很開心的 對不對 我相信不只你是不是我的會員 或是我Light JJ1788群組裡面的成員 甚至是你長期 哪怕是你這一兩天 才開始關注我節目的一個投資朋友 今天為什麼要開心 今天一定開心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股票賺爆了 來 是不是 所有的成員 所有的會員 幫他長期鎖定我節目的觀眾朋友 今天我們的股票 有四檔股票 三檔創新高 一檔創波段新高 而且這檔檔股票 會員的股票 而且在Light的群組當中 JJ1788率先分享 沿路公開驗證 也包含在節目當中 什麼樣的股票 來我們一檔一檔來檢視 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這個 我現在真的很爽 你知道嗎 怎麼去形容 來你看 6160 星際 星際 我們操作第三趟的星際啊 是不是 我說它是什麼 AI成分股啊 當下誰知道它AI成分股 張二斤剛剛摸不著頭緒 我說AIDC啊 自動辨識系統 人家已經切入所謂的一個什麼 AI的一個領域啦 今天是不是 公掌停 39.65 現在離收盤的時間號 17分鐘 13點13分 再好錄影的當下 你來看看是不是 長紅K突破前高 創波段新高 我們的第一段 漲NFC的4天30% 押回4月28 這個點幹什麼 4月28這個點幹什麼 4月16 Sorry 我們分享 分享什麼 有來拿的一定知道嘛 看節目的一定知道嘛 Light群組當中的成員也知道嘛 我說第二季 法輪投心作戰股 AI的成分股什麼 星際嘛 另外一檔什麼 3037 也是一樣 4月20延路公開驗證 延路這樣買上來 法輪投信 從130下180 90了 第二波 第三波再一次壓回 5月12號 5月11號當下 10號11號當下 當星際的股價 對不對 我說近期如果有回測 時日現或月現之下 就是第三波的買點 5月12到今天 今天漲停帶量 長紅K過前高 四次創新高 是創新高 對不對 再來什麼股票 3005 神機 是不是 我說我很保護他啊 我的會員 我昨天給大家看Light的 相關我們Light的一個 所謂群組對話 甚至還有對賬單 3月24號 我帶他參與除全息 當下329 配3.78元 3.8塊錢 這樣一路上來 昨天創高 今天再攻 到目前收盤還有15分鐘 再漲2.54% 是不是再創什麼 如果昨天所說的 昨天股價創高 創2002年 神機掛牌以來的新高 今天再過高 第二檔 第二檔創新高了 星際 第二檔 神機 再來 Light的成員 我最近天天講的 Light的貼文 什麼 8996的高利啊 各位親愛的朋友 親愛的看光 不是嗎 我說5月10號 的一個點位 多少錢 212 現在呢 今天盤中高點 來到283塊 再過前高 再創股價 掛牌來的新高 這樣一波上來 一波上來 不用花你任何一毛錢 我說就躺在LightJJ1788裡面 看著做一波上來都是30% 對不對 三檔創股價 股價創歷史新高 星際 神機 包含高利 還要什麼 最近的啊 我說雙品啊 雲品 王品 你看王品 522 522什麼日子 我說回來的時候 520蔡總統相關 我說順著毛摸 對岸開放所謂的觀光團 台灣可以過去觀光了 甚至是個人旅遊 分享那個點位接牌 Light群組當中分享 你來看 1 2 3 連續三根 今天盤中高點 364.5 364.5塊錢 現在收盤15分鐘前 漲快半根停板 355 是不是再過前高 創播段新高 所以我說今天是不是 又大獲全身的一天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會員賺得很爽 包括你是我Light的成員裡面 你也是一樣賺得很爽 因為我就是再一次的無償的分享 對不對 也包含長期鎖定我節目的觀眾朋友 以上四檔股票 有哪一檔是今天突然掉下來的 有哪一檔不是沿路公開 在跟大家做分享的 也包含什麼 2201啊 是不是 當5月30號那天 我跟大家分享說 做短的 做短的 我說不要貪圖那個短線的一個3%5% 扣一扣只有1% 我說那一天的代量 就是預告育龍 後面這一段的錦繡河山 如果那一天沒有搞壞籌碼 今天上海可已經兩成了 是不是 那有等太久嗎 我說那一天賣到5月30號的做短的 你一定會後悔 後續股價再穿高 你再追回來 有讓大家等太久嗎 昨天這樣子 你今天再一次續公 做一個盤間的動作 我甚至預告他 育龍不久啊 百元俱樂部 三位數 對不對 一樣的邏輯啊 我說什麼 有電動車要什麼 2457的什麼 充電裝 我們的第一波到4月17 89% 一樣的邏輯形態啊 我說飛鴻來得更早 3月24號那一天 我在節目講什麼 我說當天爆10萬張大量啊 60%當充客啊 我說6萬張的換手量 有人要賣 也要有人接 這麼大的部位 是你我是一般散戶可以所為的嗎 那代表什麼 6萬張多少錢啊 是代表什麼 股價是有後市 昨天是不是這根長紅 如同我所應驗的 今天耶 飛鴻盤中 剛剛還漲到4% 現在離收盤15分鐘 漲了2.56% 84塊 今天的一個股價 還沒收盤喔 不算今天高點 就以84塊來講 是不是如同育人一樣啊 再一次如同我規劃 再一次的印證我的看法 5月24的那一個高點 做短的 你再回來接啊 再去追高啊 再衝啊 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要不要開心 花錢跟我的 花小錢 賺大錢 不要說Light App群組裡面的 不要說電視裡面的 每一個人都有賺 但是花錢的這一波上來 花小錢真的是賺大錢 刑記 3005的神機 包含所謂的網品 包含所謂的高利 三檔股票創歷史新高 網品創波段新高 所以我問大家 Light App群組你加了沒 哪怕你不願意花錢 來跟我一起做 可以買在滴滴的 一波上去就是大獲利 但是我說啊 你要好好的利用這個 JJ1788的平台啊 因為所有的個股 剛才所提到的 創新高 創歷史高的 有哪一檔個股 我沒有在裡面 率先跟大家做個分享 甚至還比你看電視 我開牌的時間來的快 對不對 我相信所有的一個 JJ1788的成員 Light App群組的成員 現在點頭路倒算吧 剛才那四檔有哪一個 沒有在裡面出現的 而且是多久以前就出現的 所以我說 這一個JJ1788 我說無償的標股 產業的分享 你好好的利用了沒 它重不重要 而如果你是 你已經是我JJ1788的成員 如同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今天在賀什麼道財 為什麼今天James這麼爽啊 除了會員大賺 Light App的成員裡面的 的成員貼在上面的 我提前分享的 你看著買都賺 少說的一個三成 那該不該開心 如果你是成員 我們今天在開心什麼 今天又是大獲全勝的一天 我剛才說的 星際神機高利 這三檔股票 今日創歷史新高啊 對不對 網品522回來 分享貼文之後 是創破斷新高 所以你說這個平台重不重要啊 重不重要啊 花大錢去跟其他的人 有比我這個免費的還好用嗎 更何況你真的花錢了 有哪一檔股票包含玉龍 對不對 包含飛鴻第二趟 也包含什麼威剛 今天還是強勢整理 後面有沒有高點 我說有 花錢的價值就要花這樣子啊 就要花到像我這種負責的 每檔股票真實操作的 有哪一檔股票 就是帶你在那邊射飛鏢的 我都說看我的節目 跟看連續劇一樣啊 我股票不多啊 但是有哪一檔股票 每當有表現創新高的時候 我是空降突然掉下來的 不是沿路每天每天分享嗎 從第一集到第十集 你長期看我的 我有什麼股票 你應該掐指一算 我隨便的任何一個人 我就可以練習出 大概知道說 James你有什麼股票了 這不就是操作嗎 這個才叫真實的價值投資啊 這不就是法人底出來的做法嗎 我都跟你講說 我創投背景不是在講假的 而且還是實戰經理人喔 是不是 那這些股票 股價 相關的訊息 無論在節目我的會員 包括Light的群組當中 預先預告分享 那後面股價的推升 創高創歷史新高 這不就是最好的贊許跟背書嗎 對不對 OK 好 所以我說JJ1788 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應用 沒有加的趕快加啦 趕快加啦 為什麼 因為現在今天的一個重中之重來了 什麼樣的重中之重 我問大家 現在六月份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機點 我說一年四季嘛 對不對 今天六月份是第二季的最後一個月 沒有錯嘛 那你想想看啊 我說我創投底 相關法人背景出來的 當每當這個時間點 這個timing的時候 所有的精靈的人都在煩惱些什麼 搶績效啊 第二季 記底作章的績效啊 沒有績效怎麼繳出成績單 飯碗是不是不保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有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敏銳的一個敏感度 就是在每一季的最後一個月 尤其第二季現在六月份了 什麼樣的個股 在這個月會特別飆 為什麼 因為法人外資投信要搶績效 他會不停不停地買 不停不停地加碼 股價就不停地拉 對不對 那這一張相關的字卡 三個族群 無非 這也是我們從去年 沿路分享來的 我說大方將 甚至是複數年的 除人 AI 電動車 對不對 那我各 在那邊跟大家分享三檔 我看好 我所知道的啦 這樣子懂了吧 你看看無論是華城 除人 我們來看看 1519 講到這個除人電網 我在1月6號分享華城多少錢 露沙利康耶 今天還漲停耶 158耶 三倍輸300%翻耶 當下的那個點位到現在 有誰可以想像說華城可以漲 漲了三倍啊 從1月6號到現在多久時間 2月3月4月5月6月 5個月的時間漲300% 你有想像的到嗎 對不對 也包含什麼 好 另外一個AI 居家 OK 2376 還在買 繼續買 剛才盤中漲停 股價回到200塊 佔上200塊錢了 對不對 再來呢 電動車高利 5月10號 不論你是我的會員 甚至你是我JJ1788裡面的成員 5月10號 分享的貼文 相關的利基 相關的一個基本面看法 你貼著買 到現在 我說少說都是三成 不用付錢的 少說都是三成 這個點位 沿路上來 212到今天 今天股價是不是如同我說的 再過錢高 創歷史新高 你要有這個氛圍 要有這個相關的一個看法 我說最後一個月 就是會搶績效 無非就是我規劃的三個族群中 從去年開始 沿路 華晨1月6號50幾塊 高利這一波 5月4號貼200出頭塊 現在再創新高 包含技嘉 這一張圖卡 我跟你講 想要搶錢的 想要吃豆腐的 法人投信 搶績效的豆腐 三個族群 各三檔股票 我各接一檔 那一共9檔股票 無論你是做短的 而會說要來蹭一個相對長的 在6月份大賺一筆 大撈一筆的 我今天9檔股票 包含這透露出來的 這三檔 華晨技嘉高利 短線的支撐在哪裡 包含 法人投信要做到哪裡 法人投信要做到哪裡 這個很重要喔 目標價 這9檔個股 今天 撥通我的專線 2542-3555 進行索取 留下聯絡方式 我會請服務人員 一一的送到你的手上 或是加入了JJ1788 我說很重要的免付費平台 跟我進行聯絡 索取都OK 這張個股 6月份搶破頭 搶破頭 績效拉哪些 給大家看 第一季的時候 5289的一頂 我請問大家 第一季一樣1月3月 你看1月 2月的時候 平凡無期 根本不知道說 他到底會是標股嗎 但是問題 我問你一樣跟現在時序一樣 第一季的最後一個月是3月 現在第二季的最後一個月 是不是現在的6月 你看怡頂在第一季 最後一個月3月的時候 他這樣沿路拉拉拉拉拉 創高 這一波3月 沿路投信買 沿路堆疊起來 怡頂在第一季的最後一個月 3月份足足漲了9成 這個就是我說重中之重 今天的重點 第二季一樣6月份最後一個月 搶績效法人會拉什麼 3個族群 各3檔各股 短線支撐 目標價格 撥通我的專線 跟我進行索取或加入我的這些1788 一樣的一個模式 大家務必把握 好 來 一檔一檔 我跟你講啦 我是真材實料的啦 每檔各個 我說股票就是那麼多 大家手數一數 閉著眼睛也大概知道說我有哪些股票 但是我就是預告在先 股價就是沿路公開操作 它就是漲給你看 股價的拉伸 不是最好的背書嗎 就是一個字 準嘛 對不對 很臭屁 不是嗎 不是嗎 是不是 我們來看 星際 6160 我說啊 我們連續操作第三波 對不對 6160 我說今天股價 現在收盤了 快兩分鐘收盤 39.65 創波段新高 我們的第一波 這個地方 當下 漲什麼 我跟大家分享過了嘛 漲NFC嘛 對不對 3月21那一天 是不是 我們22塊買進 尾盤收盤漲停 跟今天一樣的氛圍 對不對 那當下也是創新高 當下那一天的新高 226 4個交易日 3月24 我們的第一波 早上一開盤 我本身就覺得說 就是一個搶個斷 當下的星際第一波的設定 早盤 9.01分 call28.65 我獲利了結 我說第一波的星際 你說 他在漲NFC 沒有錯 那時候就路透過 去年代分享 富邦媒當下 兩個品 雲品我們也超過過一次嘛 王品現在也是一樣嘛 我們不陌生嘛 我說消費財嘛 有消費一定要有支付嘛 NFC相關的一個線上支付 對不對 電子支付 4個交易日 30% 當第二波 這大家很熟悉吧 4月26號 幹什麼的 我說Q2法人投信任陽股啊 作帳任陽股啊 我的AI 星星就不用講了 現在星星是跟我畫上等號 我說市場第2 有哪個人跟我說市場第一 可以去調東升盤松連線來看啊 4月20號130的星星 沿路這樣子堆疊上來 現在180 190了 那另外一檔 我說星際我接牌的時候 大家已經哇 Crenchmark 覺得說問號 為什麼星際是AI 他不是NFC嗎 Jensen第一波3 21到324那 4天38不是在漲NFC嗎 當送這份資料 我接牌的時候我就說 拜託 人家已經不是NFC了咧 我說AIDC 所謂自動辨識系統 人家已經切入所謂的 功用倉儲管理 甚至所謂盲人的一些相關的 AI Check GDP的一個功能應用 所以為什麼他今天股價會創新高 為什麼他股價會創新高 當我們在知道的時候 第二波拉這個地方 拉上去到5月5高點的這一波 也是個25% 更何況第三波 對不對 對 見高壓回 我說好股票來回操作 我們太多 太好的案例跟例子啊 我們育龍的時候 在去年不是一樣嗎 先做了兩波 後來呢 這一波再創高 我說530一定過嘛 第三波不是也是這樣子嗎 飛鴻也是啊 有電動車要有充電裝啊 第一波89% 到後來5月10號 那一天到今天上來再過高 524一樣啊 當充的 你是不是又剪回來 好股票來回操作 就如同我說的 股市獲利3要剪 第三個最重要啊 就是買賣點你要精準掌握啊 一檔股票啊 一支羽你要來回蹭到乾淨喔 那個買賣點要很重要 就如同說你都要吃魚肉的話 你在夾的時候就是要看清楚 藍保你夾到次 你就是不要夾到次就是吃魚肉 所以就是個股來回做 買賣點是不是就很重要 今天創高呢 對不對 第二波的時候我送資料 大家說AI 為什麼會有星際 我說AITC啊 今天創高意外嗎 是再一次領先市場啊 預告再先啊 包含在我的JJ1788裡面 有沒有分享呢 你參加了沒 我說很重要啊 不想花錢 我讓你進去看免費的 你躺著買躺著賺 有哪個不賺錢的啊 是不是 然後你來看看喔 是不是 5月5之後 剛剛也創高 也包含什麼 另外一檔 今天創新高 再創新高的 3005的什麼 神機啊 對不對 聯華神通集團的神機啊 對不對 我說昨天 股價創 2002年掛牌來的新高 今天再一次推升啊 來到72.4啊 72.4啊 我們什麼時候到我們會員買的 到現在還持有著耶 什麼時候 3月24號啊 我帶大家去除全息 我知道他要除息了 3月29 配3.78塊 對不對 那你看喔 到現在那一波上來 他不是一個標股 但是盤間越墊越高 他就是一個波段 就是一個波段 也沒有花你多久時間 兩個多月的時間 不到三個月 今天再創高 7.24 3.75 我們取整數好算 還原前值3.8 現在真實的股價 你持有在3月24 跟我會員一起來的 現在的真實股價 3.8應該是76.2塊錢 76.2塊錢 我說我做事情有憑有據 你來看看 3月24號禮拜五當天 會員說 老師我都聽你的啊 OK啊 準當然要聽啊 不然呢 市價我說買進神機20張 這邊是他的相關的對帳單 57.25 20張 你自己看 我說還原全值76.2 57.25 一張2萬塊 20張40萬 57.25 到今天還原全值76.2 4成的一個空間 4成的獲利 再創新高 不是這樣子嗎 也包含什麼 包含什麼 在這個最近1788裡面分享的 剛才講的神機也包含星際 在先前有沒有在裡面分享啊 更何況這一檔 5月10號 8996的高利 最近一直在講一直在講 有人嫌他貴 那我說當初5月10號的時候 我在like at群組裡面分享的時候 大家看著買 到今天為止 你看5月10號在什麼時候啊 8996 親愛的看官啊 這是唬爛的嗎 什麼叫實力啊 212 我說一張 21萬 大家都覺得他貴 那一樣的邏輯啊 你買一張2萬塊的股票 買個10張也是21萬啊 你買一張高利 21萬沒有錯 他漲上去一樣 一張跟10張一樣的概念啊 你漲了30% 他會少給你嗎 更何況那時候高利一張21萬 我說拿100萬買5張 到今天你在like at群組當中 你是我的成員 還不是我的會員 5月10號看著買 我的貼文看著買 到今天股價創新高 這樣上來一層 不用錢的30%啦 100萬樓中到現在 130萬你賺了30萬啦 是不是這麼說 一樣的概念不是嗎 你只看表現說 哇怎麼那麼貴 如果假設你連一張都沒辦法買 一張20萬都沒辦法買 那講真的 你來股票市場上操作的話 我覺得真的有難度啦 有難度啦 是不是 這一樣的概念嘛 大小你不要去看價格嘛 一樣獲利出來的成果 一張跟10張 賺30%會少算給你嗎 不是嗎 這個不是在5月10號當中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進去看嘛 還不是在這一七八八的成員 加進去嘛 早5月10號 如果我沒有貼這折文 我隨便你啊 看你要我怎麼賠嘛 我有這樣的氣魄 是假的嗎 再來 兩岸觀光 520 蔡總統除了說再次捍衛 今天也帶動儲人重電 再次大漲 他說持續投資 缺電真的不能缺嘛 對不對 民生工業都是一樣嘛 但是我說你要聽懂門道 而不是看熱鬧 當下又遞出一個相關的新政策 而且是中國對岸先遞出橄欖枝 開放台灣團過去 團體觀光或是自由行 那我說就是順著毛摸嘛 順著毛摸嘛 禮拜一回來522我都蓋這兩檔 那後來是哪兩檔 為一一的在我的一個LINE群組當中做先行分享 後續在電視上做一個接牌 大家也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我就雙品嘛 雲品廣品 而且我們不是第一次操作嘛 對不對 從去年我在講消費財 新就利年消費一人六千 從富邦梅到1月3號今年新立的第一天 我一樣提供這兩檔讓大家索取啊 我說他是我們的老朋友 我們也大賺了一波啊 到522的時候 520回來我說政策順毛摸嘛 一樣是這兩檔嘛 今天王平咧 我們今天不是三檔創歷史新高 一檔創波段新高 2727王平 是不是到現在收盤了 還漲半根耶 今天股價咧 357.5 高點來到了364.5 是不是再過錢高 是不是再創波段新高 這些東西 一切的一切 不論是雲品王品 對不對 不論是什麼 星際 不論是什麼 3005的一個神機 甚至連什麼高麗 不是全部都在LINE群組當中嗎 所以我說你LINE群組 你到底壓了沒有啊 這那麼好的東西不用錢耶 大家都怕得要死 不想花錢 OK啦 不想花錢無所謂嘛 但是我給你利用啊 人有被利用的價值才是珍貴嘛 更何況我什麼底子出來的 每一檔股票 就這幾檔 每天講 沿路驗證上來 這不是實力這是什麼 就是準啊 你還不懂得好好去用啊 是吧 股票市場啊 我說啊 大家來到這個市場啊 無非啊 就是想賺錢嘛 我說每個人都是辛苦錢 包含我現在的會員 不論你是資金大資金小 我都把你的錢當作是我自己的錢 因為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這也是論點啊 無論你今天的人力好不好 賺多賺少 你想來這個市場 就是想創造另一桶財富 你的錢都是辛苦錢 所以我始終秉持著這個原則 但是你來股票市場當中 除非你是我會員 我會幫你規劃 你就按照我的指令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創造出來了 剛剛給大家看的 在電視前面 在這間1788免費的群組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你覺得我會員是買的更低 現在是什麼獲利的狀況 為什麼我今天這麼爽 對不對 那如果不是的 你竟然要投資 你就是要找方法 找工具 你才會賺錢啊 而不是道聽途說 或是別人在講什麼 你老是帶你去追他高點 或是漲了一大段的時候 你再去追 那你有沒有去檢討過 你的操作模式 為什麼永遠我都是虧錢 別人賺錢就賺得那麼輕鬆 為什麼永遠都是散戶虧錢 為什麼不會像James的會員 James Knight JJ1788的成員 跟法人 投信 外資一樣 勝率這麼高 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 就是方法出了問題 那當你沒有對的工具之下 怎麼創造出財富呢 擋擋套牢不是嗎 那James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在股票市場獲利的三要件 我說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七八年工 我從研究聯誼過來 這三點都是我累積的心血 所整理出來的 我說趨勢趨勢 常多趨勢 個股個股個股輪動 A漲完 B誰漲 對產業夠了解 他漲完你就要準備布局下一檔 而且是重壓 重點是好的股票 我說一條魚要襯得魚肉乾淨 還要不要被刺 那買賣點不是重點嗎 你要秉持這三個要件的話 來股票市場 賺錢真的有那麼困難嗎 你可以買得很安心啊 後來賺就很開心啊 就用今天三檔創歷史新高 一檔算波段新高 是假的嗎 那創造出來的成績單呢 我說不要算之前的除人重店 不要中興店滑成 不要育龍 我就說當我三月份開始來 永城投顧新平台 三四五 我創造給我的會員什麼樣的佳績 這些個股 你沒有在Lite 你沒有在Lite 這天1788裡面看過嗎 無償的一個分享 包含 你看我還拖給大家看 包含星際的第三趟時間點 原品神機 我還在上面寫說持有者耶 我是拖開 拖光給大家驗證的耶 有誰敢這樣做啊 林老師敢不敢給你這樣做啊 哪一檔股票沒有創新高 什麼叫實力 什麼叫專業 所以我說啊 我說什麼啊 這個啊 這一季的最後一個禮拜 一個月啊 三個族群啊 你真的要賺的 要搶績效的 跟著我一起來 跟著法人一起來的 這一張資料 今天專線 或這些1788帶回去 我跟你講 成功的方式 模式是可以複製的啦 大家務必把握 一出超出一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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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